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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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 我們這很快的進入到第五個單元 我們會介紹熱樹工法 那熱樹工法 我們會用到一些玻璃美材 來做一些熱樹的一些玻璃的一些商品 或是一些裝飾品 那我們這一次會用到一些模具或是夾具 來製作玻璃美材的一些作品 那等一下我會先介紹一些 什麼叫玻璃美材熱樹的一些方式 我們介紹一些像一些模具或是所謂的玻璃美材的一些製作方式 那同學會問說玻璃美材 這個課程不是所作玻璃創意設計 那玻璃跟玻璃是不一樣還是一樣 其實它就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名稱不一樣 那我們日次準備的一些模具有很多種類型 那我們有一些像石墨的模具 這個模具它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像球體之類的模具 那這個它是石墨去做的 這個在做我們模具去做一些圓形球體 它是很好用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想說 我們做一些這個叫燈弓 燈弓我們去燒製的時候 可能它像做一些平板的東西會比較困難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 比較大隻的壓扁平的模具 這不算是模具 算是夾具 把它夾成平 就會做出有點平板的效果 那再來一個很好玩的是 像這個夾具它也有模具的功能 它是一個貝殼夾 等一下會示範給大家看 一夾起來它就是一個貝殼的形狀 當然我們可以用很簡易的方法來做 像一般我要買專業的一些模具或是夾具會比較貴 像這個 它就是比較特殊的一個麵包夾 但是它上面有紋路 我們可以做一些紋路的設計 這個也可以用 那我講一個比較專業的模具 像這個 這個石墨模具就很好玩 它上面有紋路 但是這個模具最主要是做琉璃珠的模具 它上面滾動的話會做一些紋路 等一下我就先一些示範給同學看說 我要怎麼燒製做一些顏色變化融合 把這些模具怎麼使用 等一下再來示範 我們現在來做一些像玻璃它有一些可能會做一些色彩變化 那有些同學它有上過美術課 它可能有畫過水彩或是油畫 它會做一些顏色的調和 那玻璃可不可以做一些顏色的融合或是調和 當然玻璃它不是像水彩的油畫 可以做兩個顏色把它調起來變成另外一個顏色 像什麼黃加綠或者是紅加其他黃會變什麼顏色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說 我們用透明玻璃棒來做一些別的顏色把它加進來 把它調和成可能有兩色可能有點融合的感覺 來做這種效果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那最主要是我們用透明的棒子把它燒 這個我們燒熔以後 其實最主要是說我們等一下會做一些夾具來夾它的像葉子 或者是說做一些廢殼或是扁平的一些平板的效果 它那個效果就會有一個兩色融合的效果 那透明的玻璃棒它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說 它不是紙張 像說它不透明 那玻璃好的好玩是 它把顏色把它加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顏色感覺在裡面 它在光線下去透過這個折射或者是說燈光照射 它的效果就會感覺是有那種 有些顏色是強弱分別的感覺 就是玻璃好玩的地方 我們把它加在裡面 燒成一個圓球的形狀 當然你可以加兩個顏色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剛才我介紹夾具夾具之類的東西 或是一些像石墨版的一些模具 那我現在先用一個這個大的夾子 當然我們在把它夾之前 一樣要先預熱一下 這個我們可以很快的就先會看到一個效果 就是它兩個顏色去做融合 或是一些像調色的效果 這個是馬上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不會像一些像我們做淋漓珠的時候 做好以後把它放進去退了 那我們這個兩個顏色融合以後 馬上就可以做一個效果出來 這個有點像棒棒糖的感覺 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那做透明玻璃棒所謂的染色 或者是一個顏色配色的方式 我們還可以用這種 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材料 就是這個是金蔥粉 這個是藍色的粉 也是算是藍蔥粉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叫石墨版 我們先來試一下所謂的這個金蔥粉 把它放上來 剛才這個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顏色就出來了 我很一樣 給它燃燒 我們再來試試看 如果說我們去沾一些金蔥粉 會有什麼效果 把它沾一下 沾好以後 它這個金蔥粉 就在我們這個 黏在上面了 然後黏在上面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樣用 我們的另外一支透明的玻璃棒 給它去燒 把這個金蔥粉把它包覆起來 好 我們大概包覆的差不多以後 一樣我們可以做一些旋轉 我們可以做一些旋轉 剛才有綠色 然後現在就做了一個金蔥粉去旋轉以後 它就會有一些像金色的線條之類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布林梅材上面做一些顏色變化 或者就是說 你可以加一些我們的其他的一些素材 它的一些變化 我們再把它加成平的來看一下 那一般我們做一些 有時候我們要做平板玻璃做搖燒的時候 它的變化可能沒有像我們這個燈弓那麼多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去做一些像平板玻璃的效果 融合的效果 它的感效果會更多一點 這個它的效果就不一樣了 它是一個平板的效果 是一個圓形的 那這個拿下來 我們也可以捲在紋的心棒上面 或是做一個勾勾 它就變成一個紋的飾品 我現在把它拿下來 那拿下來的時候要怎麼用呢 我們這個另外一隻玻璃棒 把它黏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去把這個燒製 我們可以全部把它燒斷 它就變成一個平板的 我們在這邊燒製把它做一個勾勾的話 它就可以馬上變成一個 我們就變成一個 我們那個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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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现在手上这个是石墨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洞口 那调整好以后 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比较 端正它的一些吊饰的 前端的地方 那调整好了 这个就调整好了 我们就把它取下来 我们做最后的确认 好我们取下来的时候 一样这边把它烧 当然我们可以拉一些 尖尖的造型都可以或圆的都可以 看个人他喜欢什么形状 这个就是比较 类似平板的吊饰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它先放在会冷虚冷室这边 好我们染色的部分大概是先这样子做完成 那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一些其他夹具跟模具的做法 好刚才我们做了就是我们混色的一个平板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也是有一个混色 但是我们会做叶片 那叶片要怎么做 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一样会用我们的透明的玻璃棒 有同学问老师说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透明玻璃棒 当然你也可以用不透明的 那这个课程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说 透明玻璃棒它做的效果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形态 当然我们的不透明也有一种形态 但是玻璃它的一个特性 它就是有透明半透明的一些效果 那这个接下来做的叶片我会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会变成这个 这个是一个工具 那我们可能在吃一些东西也会用这种工具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切一个纹路的工具 我接下来会用另外一个颜色 我们干脆用比较明显的颜色 用黑色 用黑色来点几个点上去做一些旋转 它就上面会有线条 因为黑色颜色很重 我们不需要加很多的料上去 我们只要点几个点上去去做旋转 它那个就会有拉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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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一些黑色拉絲的效果 但我們可以做更多更多的變化 像我現在在石墨板這邊 它有金蔥粉跟一些藍色的 也是金蔥粉的一種 我現在可以把它沾上去 那沾的方式跟剛才有示範過也是 我再講一次 就是你把這個燒成油 它的融化度的時候 它有黏性 你在這邊稍微把它沾上去 它就把金蔥粉跟藍色的粉 也是金蔥的一種 把它沾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 用透明把它包覆起來 其實它是夾在我們透明的材料中間 我把它包覆起來 好 一樣給它稍微給它旋轉 前幾堂課的時候 像做我們的新棒的工法 比如說是那個像做一些我們原型的東西 稍微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平均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一些作品 因為它可以平均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一些作品 我們現在要做葉片 它上面裡面有變化 但是我們葉片的紋路要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用第一個方法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第一個示範有平板的效果 那我現在用第一個方法做紋路的效果 我用這個 紋把它燒軟化以後 當然這個搖映著紋在這個石墨板上面 去切它的紋路 比如說它有時候會硬化的話 要再回來回溫給它軟化 再去切它的紋路 好 這個紋路切好以後 它上面有紋路了 紋再拿一支玻璃方 紋路要一直保溫 不然放太久 有可能會裂掉 紋路這個 開始要做紋路葉片的變化 紋路把這最前段的地方 把它連起來 接起來 紋路要調整葉片 好 開始紋路 好 開始紋路 葉皮可能形狀很多 但是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紋可以做比較生動一點 稍微拉長一點點 紋去 然後紋在這邊 可以旋轉 它旋轉以後 它就有一個弧度 好 就是一個有弧度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邊 前面這邊 一樣我們要做一個所謂的勾勾 就是一個勾子 我們稍微拉細一點點 我們稍微拉細一點點 我們在這邊 要算它勾子 它要的一些長度 我給它 撒斷 撒斷以後 要做個勾子 你可以用夾子去稍微調整 我們用石墨的工具 把它的勾子調整好 那調整好以後 一樣把它取下來 這邊把它稍微 去切斷 做葉片這邊的整理 好 完這個葉片就做好了 就是它有混色的葉片 就是它有混色的葉片 然後紋出好了 把它放進來 這是第一個方法 用這個去採清它的紋路 那我們第二個方法 就是 我們會用我們的 夾具 夾具當然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用像這個 有紋路的 這個 這個夾具 它上面就有紋路 我們先來做做看 我們這一次用 綠色來做好了 好 這個夾具 它在這邊 等一下夾下去就有紋路 好 我們一樣會做一個 半圓形的球體 那一樣我們會做一個混色的方法 那我們會用藍色跟綠色來混 這個夾具 因為 不是說一般在五金行就買得到 當然 也可以自己製作 只是會比較麻煩 那登工的一些工具 有些是在專門店買的 我就會用它 用 sekali 就會把原材料 夾具做過 就能夠進行 很快地完成 這個頁片的大小 就是 我們球體去控制的時候 就會看它的量有多少 就會決定它葉片 那我們一樣 來看一下這個夾具 我準備要把它放進去壓 它也有紋路 在這邊放進來 壓下來 它就有紋路了 跟剛才一樣的做法 因為我們沒辦法說 在火關內待太久 有可能會裂掉 一樣把它接起來 我們很快的做一個變化 稍微拉長 稍微轉折 好,我們在這邊 一樣做一個勾勾的效果 當然我們這個熱術的功法 也是可以跟我們的新棒功法結合的 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結合 剛才有做勾勾了 那我接下來就拿一隻棒子過來 我們就直接捲在棒子上 就是另一個也是用新棒功法 跟熱術功法把它結合 我們剛才是做勾勾的方式 那我現在用捲上來 用琉璃珠的方式 來做一個它上面的方法 一個勾勾不一樣的做法 一個勾勾不一樣的做法 好,這個就是新棒功法 將我們的熱術功法 合在一起來製作的 那這個應該稱什麼 自己叫琉璃珠喔 反正用新棒功法做的 都叫琉璃珠 好,我們只把這個一樣放在 許檔石裡面 等一下再拿出來看 我們把葉子兩種方式做完以後 它是用夾子模具把它夾的葉子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特殊的 叫做貝殼的夾子 這個叫貝殼的夾子 當然這個我們也可以來做一個 貝殼的形狀 也很快的方式可以把它做好 那我們用白色的 白色的來做一個 那剛剛老師有介紹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就是 它是可以做圓球狀的 如果說你的燒的技術沒有那麼好 想做一些圓球就可以利用這個 我現在來把它套上去給同學們看 它去圓球把它放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我們把它放進來這邊 它就一個很快的形成的半圓的效果 我們如果說要速度快一點 加起來它才有那個形狀的話 我們這個可以稍微去壓一下 速度快一點 我們再來配個顏色 我們可以像貝殼的話 它比較像海洋的顏色啦 我們可以配這個 點幾個點上去 好 做一些變化就好了 好 一樣可以旋轉 好 好 等到這個量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個貝殼夾 一樣要給它預熱 好 這個 就是一個圓球 然後放在這裡面 稍微夾一下 好 它就一個 貝殼的形狀出來了 我們可以上面做一些變化 好 這些我們給它稍微燒一下 你讓紋在 用紋的 棒子拿出來 把它前面的地方 黏接 這個時候紋就不需要去旋轉 喔 紋這個貝殼的形狀 把這前面 稍微容把它拉長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可以用 火鈴的 鮮棒 一樣可以用 一樣可以捲上去 好 可以看一下 然後等它固定定型以後 把這個 燒斷 好 小小的貝殼項鍊 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放在紋的 許冷室裡面 然後這個貝殼 小小的裝飾品完成 我們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環保議題 環保議題 是一個對環保生態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做玻璃工藝 我也覺得說 我們可以用廢棄的玻璃瓶來做一些 像裝飾品之類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瓶子 我們把它敲破以後 你看這個是瓶的前頭的地方 我們用玻璃包把它切成 片狀的 那紋可以做什麼呢 剛才紋有做過葉子 這一樣預熱 剛才使用紋的材料是104材料 104玻璃的材料 它是一個進口材料 這個 我們用環保玻璃瓶 它就可以設計 我們要的一個葉片 但是一般來說 你們用做玻璃工藝 或者是說做一個瓶的飾品 是不是都要用很高級的材料 未必喔 只是說 我們可能會沒有去拿環保材料來利用 那我現在把這個所謂的瓶子 綠色瓶子 綠色瓶子有很多種 像什麼海泥根 讓它淡出汽水 你把它敲破以後 把它切成這個 長形的形狀 它就可以來做一個 紋的一個小飾品 那剛才紋做紋的 葉片以後 我們一樣用這個 環保玻璃瓶的材料 一樣來做葉片 其實效果也是很好的 一樣我們做一個球體的形狀 如果說球體做不好 就給它放來這邊調整一下 好 我們大概就不用做那麼大片 就給它夾一個圓內出來 小小的葉片 一樣我們用 因為環保玻璃它的係數 兩個是一樣 我用一樣係數的玻璃材料 把它黏起來 接起來 跟剛才做法都一樣 去做變化 一樣可以做變化 拉長 稍微轉折 然後在後面這邊一樣 把它燒融 這個就是我們用 所謂的環保的材質 做的一個小小的葉片 再來爬 隔膨 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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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完成以後 一樣把它夾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環保材質的葉片 其實我們對玻璃工藝來講的話 我們做一些比較好的材質 或者是一般的材質 或是環保材質 也可以做相同的效果 只是說你用很多的材質應用 我們去做一些玻璃工藝 它可以做更多型態的樣式 我們一樣把它放進來 我們剛才燒的像玻璃的染色融合 跟葉子夾的葉子都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把它拿起來 介紹給各位來看看 我們剛才第一顆的就是 做成比較平板玻璃的樣子 它有一些紋路 像一些金蔥粉拉線條 它就有一些金色的 跟我們綠色的感覺在裡面 這個就可以從燈光裡面做一個平板 就是搖叉的一些方式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葉子 這個葉子比較有趣是說 我們做很多色彩的一些效果 它經過我們燈光的折射 它有一個在反射裡面 我們有紋路跟燈光 跟我們的金蔥粉 這個感覺是蠻雅致的 這個馬上就可以穿過線繩 做一個吊飾 我們還有用芯棒來做的一個葉片 就是熱樹跟我們的芯棒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我把它拆開來看 上面這邊就是我們一個 可以說一個小豬體 只是說我們做葉片的時候把它轉上去 它整體上就是我們的一個熱樹的葉片 加一個珠子的做法 鮮棒的做法 剛才提到我們的環保 環保玻璃環保很重要 當然環保的玻璃材質 我們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們剛才做一個小小的葉片 其實如果說我沒有跟同學們講 這個材料或跟其他材料有什麼不同 可能也不知道說這是環保材料 這個是打碎的玻璃瓶做的 接下來看一個 這個我剛才有看了一下 它破裂了 剛才說貝殼 這個要跟同學講破裂的原因 為什麼會破裂 所以我們應該做我們的一個作品的時候 如果說很倉促的 很快速的把它做完成 如果說又要拿出來看很久 如果要經過拍攝的話 我會在火離開以後 再靜置一個地方太久 它就可能會破裂 這個老師做也可能會這種情形 同學也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我要注意這個 要一直保溫 保溫好才能放進我們 的許願室裡面 這個破裂才不會發生 那今天做的介紹完 我還有一些 之前做的帶來介紹給大家 我講一個環保的東西 這個很有趣喔 這個底下是一個透明片 上面是一個葉子 那為什麼會有趣 是因為這個透明的玻璃片 它是窗戶的一個透明片 就是睡覺的窗戶 把它裁成一個形狀 這個就是我們綠色的瓶子 把它做融合 它可以做很多應用跟應用 那這個融合 你就要去實驗說 它的細數可不可以 如果說細數不可以的話 它就會裂掉 所以只有牽扯到說 你要做一個實驗 把不同的玻璃材質 把它燒在一起 看它會不會破裂 那這個東西 我們剛才有做 我們熱術一個夾具的葉片 沒有說我們把它組合起來的話 也可以形成一個小朵的花式 這也是可以做 那壓模的東西 我們今天沒有示範 但是我可以介紹給大家認識 像這個 這個上面有一個字體喔 就是用壓模方式 那壓模方式有很多種 那最主要是這個壓模的材質 它不會被火燒掉 它是像這個材質 這個有些人會知道是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壓的火氣章 那這是一個銅模的東西 所以它也可以運用在我們的玻璃工藝裡面 就是我們的玻璃工藝裡面 這個上面有紋路 有紋路壓下去的話 它就會有形成一個造型出來 我們今天大概染色啦 融合啦 壓模的介紹到這邊為止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另外一集會 就知道其他的工法 就是我們在衝突 這個費用的錢 是有關的 這個人物 我們會做好幾乎 我們會說 一陣子 因為今天…